2017年北市兵役局长朱雅虎为了金华城容金案 洋洋洒洒写了两页的亲笔信 一开头就点名要给蔡姐 被台北市议员洪建一质疑 背后藏进人就事前台北市府顾问蔡碧如 要蔡姐我以前都教她蔡姐 到底有没有收过这一张陈情信 那收到了以后你有没有去交办陈情信里面的内容 会质疑不是没原因 因为内容看来看去 重点就是希望能为金华城开协调会 而信中最上头的笔记也有选机 是蛮少人叫她蔡姐的 可能朱雅虎在写这封信之前 跟毕如姐比较不熟 不过上面上面看到的一个笔记 看似是蔡碧如的笔记没错 本上是没有人会叫我蔡姐 那朱将军雅虎他叫我蔡姐 他是将军 针对指控蔡碧如博赤 否认亲笔信中的蔡姐就是她 他的署名叫朱将军雅虎 那这个将军能够对应的蔡姐 搞不好他是要写给蔡英文总统的 其实这是中秋节的人很笑话啦 朱雅虎的亲笔信 到底要给哪位蔡姐成了谜团 如今洪建义抛出证据要直球对决 是真的不熟没碰面过 还是有人在说谎 就看蔡碧如敢不敢接招 三人学家民成都太报道